我们的主题是感受声音方式 主要分成四大类 第一种是最传统的黑胶 虫胶唱片是黑胶的十足 其材质是石墨 台湾的第一个使用的公司是金格唱片 它用圆盘播放器播放 但是每次使用都有磨损 所以久了就坏了 第二个是卡式录音带 材质是磁性锯子 制成的黑塑胶唱片 它的优点是能随身携带聆听 在2016年台中有家店 专门在卖录音带 但后来变观光景点 后来发现它容易被机器卡住 被淘汰 第三个是众所皆知的CD唱片 它曾经是音乐界的霸主 滚石唱片是它最佳代表 让它轰动台湾 它的优点非常的明显 就是很方便收藏又不容易损坏 它的音质也比黑胶音带清晰 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因为它的便利性让盗版CD猖獗 到了现在就变成没人要的唱片 全靠道扣 第四种是现代数位音乐 它的代表是Apple Music跟KK Box 音乐种类虽丰富 但音质有待加强 但音质有待加强 对于是在 developer海上拓着 按讨论改议的专门 顺利用 电话 转发